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12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很久都沒有說澳門的消息 澳門的網友說 為甚麼最近沒有說澳門 因為沒有人報料 澳門可能太平了 因為現在國務升平 早餐的生意就好了 但是剛剛發現有一宗 跟香港有關的澳門消息 澳門海關 揭發 有香港人 身上 手 全身 沾著很多手機 偷運入境 這件事 很值得大家說一下 原來之前也有一個 阿婆經由澳門關閘 運一批舊手機回大陸 被人抓到 日前 再有三個香港人 澳門人 在入境澳門的期間 即是由香港過來澳門期間 被海關關員揭發 把228部手提電話 綁在身上 以及放在行李裏面 三個已經被起訴 而且 充公了火馬 這件事 發生在上星期四 即是8日晚上 三個香港人 以及一個澳門男人 他們年齡 是介乎47至55歲 從香港坐金巴到澳門 在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入境的時候 當地官員透過情報 即是有義母子 就把這三個人捉出來 所以就截查他們 期間 發覺三個人 將總共228部舊手機 分別 綁在空前 腰間 大腿小腿 以及藏在行李之中 企圖偷運入境 看照片 全部都是iPhone來的 iPhone12 差不多 海關 根據對外貿易法起訴三個人 一經處罰 最高就被罰款五匹澳門員 大約48,600左右 澳門員是比港幣少少的 這些貨物也會充公的 其實另外 在上星期三 即是7日 也有一個阿婆 經澳門關閘出境 期間揭發 將46部舊手機綁在腰部和大腿 企圖運回大陸 期間在澳門海關被人接獲的時候 也揭發他涉嫌用其他人的身份證 已經將他下案了 即是可能是偽造身份證 用假身份證 用人家的身份證 海關已經下案了 就告他 海關說會強化口岸情報收集工作 加強截查通關人士 以打擊不法的反穩活動 在本月1日至8日 海關在關閘口岸 以及港珠澳大橋 總共接獲5宗 用隱藏身體方式 將這些貨物偷運出入境 查獲的 這些物品包括舊手機 304部 好了 我們想跟大家說說 300多部手機 究竟 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有些手機都很殘忍的樣子 為甚麼要運舊手機呢 其實 澳門的朋友告訴我 這件事 實際上 其實就反映到香港經濟很差 因為以往 從事 這些舊手機 因為不是大茶飯 從事舊手機的人 通常 都是那些婆子 師奶 婆子 打算買一頓菜 但不會那麼大量的 通常 因為 容易被人發覺嘛 通常就是澳門的婆子 十步八步 躲在身 過關 每一步就收拾他10元 10元20元 一鍋就收拾了兩塊 他也會賺回一頓菜 好過去打工 現在 香港人 要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他說已經感覺到香港經濟一定很差 因為這些事情以往香港人不做 有 很多工種 有很多東西香港人不做 其實在 沙士後期 澳門賭權開放的時候 香港也是很難找東西做 結果澳門當時開放了賭權 很多賭場來開檔 大興土木 要蓋好樓 要裝修 香港的工人 突然發達了 因為澳門 不夠那麼多工人 也沒有這個技術 所以就在香港請 而且工資 比香港更好 好過香港人工 當然要來賺錢 而且當年 我認識的朋友 香港朋友 就去了澳門賺錢 因為 澳門需要大量的人才 因為賭場一開 要請很多人 各行各業的人也被人叫了過去 欣欣向榮 這兩年 其實香港 澳門也不行 經濟也很差 現在 香港的情況 其實 應該不夠澳門那麼差 為什麼呢 因為澳門雖然遊客多一點 但是實際上很多人 賺不回以前那麼多錢 因為現在有錢的人下去就少了 但是香港也不同了 香港的失業率應該沒有那麼高才對 經濟難一點 經濟差一點 但是 如果你打工 工作你是不仇的 原因是大量的人移民 離開了香港 很多 中層的職位 是本身 人們離開了 反而 是低的那些 明明他可能不是很Qualified 升職的 但是由於 沒有辦法了 主管走了很多 逼著就在下面升上來 這個案子有的 當然有些受惠者 但是整體的經濟環境 隨著有那麼多人 走了 是那個差了 起碼是零售 飲食這兩方面 經濟也是差 很多餐廳 很多酒樓 他們反映到 其實通關之後 是感覺生意反而無之然那麼好 因為他們的預期是覺得很好 實際上 他們就沒有計算 因為 長期封控之下 很多人 找不到吃 吃菊種 撕回一些積蓄 現在 即使好了 也不敢亂花錢 這是另一個 這個 洗錢的態度 第二 就是 走了很多人 變成 吃東西 不夠那麼多人去吃飯 酒樓不夠生意做 外面零售更加差 不只是 這幾個行業 還有很多 也是受到影響 他說 如果不是因為香港經濟那麼差 以往這些東西 即是走私這些舊手機 不是新手機 新手機也不一樣 一部可能可以收拾8個 收拾5個 這些舊手機 是10來20元而已 或者收拾5個東西 他走一轉幾百部 那裏可能就有數位了 但是以往這些 其實也不是香港人會做的東西 現在 現在香港人要做這些 他告訴我 那個反應經濟是很差的 我們看到 澳門的經濟反而有點恢復 因為賭博的東西 大家也知道 生意淡薄 不來賭博 當經濟不好的時候 賭反而是會旺的 澳門其實也是比以前的預期差的 很多人 反映到澳門的賭場生意就好 但是賭場周邊的生意就很差 餐廳 手信店 零售店 都是恢復不回以前的 這個就是 那種 看得出 來澳門賭的人 個個都打算來賭命 打算賭錢回到大陸 所以 在洗方面 他們是相對的 贏了的 打算拿回到大陸 輸了的 更加不會洗 所以 從零售 和飲食行業 其實看得出澳門的狀況 不會很好的 香港 香港的情況 當然 因為 走了很多人的關係 所以 香港的情況 應該比澳門更加差 澳門怎麼也是有賭場的成份 香港的情況 始終也有人可能贏了就會出來洗一下 但是 這個未必會很長久 原因 是始終 手上的錢有限 那個人一定會贏的 輸得多的嘛 當輸得多的時候 就會開始出現一些 可能經濟就會 開始下滑 原因就是 賭客 會減少 所以 接下來 除了黃金周之外 是特別旺 其他日子 他們都說感覺到沒有之前那麼旺 最重要是比預期差了 所以我們也跟大家說 不要 給很多假象 有很多假象 是騙到的 實際上 大家 在澳門我們也有很多聽眾 也是要 小心你們的荷包 也是要看菜吃飯 不要亂拒絕了 因為接下來的環境 其實大家都估計是會差的 不會很好的 所以 也是要 保住荷包 大家比較 可能要 還有 量的遺出 這節時間 我們先講到那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 6月24日 是一個星期六來的 今天是12日 12日之後 我們有一個 小型的聚會在倫敦南部 RHKTF的開會 我們現在還有少量的位置 報門就會截止 大家可以向我們聯絡 我們會收回 20磅 每個人 包括長租 飲品和食品的供應 大家可以擁有報名 亦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支持 6部Cod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因為 Channel C出來叫救命 我們也叫救命 原因也是很差 因為其實這幾個月來 Patreon 是不斷跌的 現在其實是不夠出糧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多謝大家 拜拜 拜 我們下方的視頻